我国疫情让人大摇头 再有17本土感染 新增两个感染群 情况紧张 也让政府决定收紧 复原新管令SOP 政治方面 敦马野心勃勃 志在重长不成 7月25号的百个大事 马上带来今天的重点新闻 晚上好 我是景龙 疫情并不乐观 解决今天中午12点 我国新增23宗 冠病确诊病例 累计8884人 活跃病例则有167人 新增病例中 10宗来自柔佛 8宗来自沙拉越 3宗来自雪兰娥 吉隆坡和纳米 各有一宗 古境再度成为疫情红区 有多达41人确诊 今天本土感染病例 则有17宗 另外国内也新增 两个感染群 分别是布格蒂兰感染群 以及古境建筑公司感染群 今天有17人治愈出院 累计康复的人 达到8594人 康复率为96.7% 国防部高级部长 伊斯迈沙比利指出 随着我国的冠病确诊 人数是增加的趋势 政府决定收紧 先前放宽的 复原型管令标准 作业程序SOP 有关决定是在今天的 跨部门特别会议上达成的 技术委员会将会在明天 进行讨论 以把相关的SOP细节化 并将会在本周一提升到 跨部门特别会议上讨论 另外部长指出 从下周一开始 警方将展开大型的逮捕 并把2897名居家隔离 但没有在第13天现身 进行第二次冠病筛检的人士 控上法庭 这些人士也受处在这两天内 和邻近的县卫生局联系 进行第二次的筛检 以免受到对付 部长指出 目前还是有9600人 在各自家中进行强制性的居家隔离 卫生部的官员将会和警方 一起进行抽样突击检查 以确保所有的居家隔离者 都遵守规定SOP 另外总警长阿多哈密也警告说 如果继续明晚不灵 不愿意接受冠病复检 将会被判坐牢两年 或罚款或两者兼施 疫情非常时期 卫生部副部长诺阿兹明表明 大约有24%从海外回国的国民 在居家隔离期间 并没有根据MySJATRA应用软件 跟进健康报告 甚至有一些隔离者外出走动 对社区造成了威胁 警方和卫生部非常关注这样的情况 并会采取应有的行动 包括开出罚单对付伟利者 虽然政府规定从8月1号开始 民众在公共场所必须戴上口罩 但针对一些口罩测量器等的规格不一 相关措施也不够明确的问题 诺阿兹明则说了 卫生部会在8月1号之前 向民众进一步的解说 接下来有侦探新闻 前首相马哈迪虽然从政超过半世纪之久 但野心依旧很大 今天人在弗洛交易的他透露了 他们目前想做的是夺回不成 但想夺回政权 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议员人数 马哈迪宣称他们只缺几名议员 就可以组新政府 他也说 如果想参加下届大选 就必须要有一个政党 但他们还没有决定要组建新政党 或者是加入其他的政党 由于马哈迪等6个人的土团党及诉讼案 还没有裁决 因此他们还在等待结果当中 如果胜诉将会参加土团党的党选 竞选主席和其他的职位 另一方面 财政部长东姑塞夫鲁指出 随着大马政府和高升集团达成赔偿总额 39亿美元的和解协议 政府将会在两个月之内收到以现金支付25亿美元的和解金 其余的资金会在政府回收一些资产后取得 塞夫鲁说 这笔款项将会汇入所成立的信托基金 以偿还一码公司债务 被问到所收回的款项是否足以偿还EMDB债务的时候呢 财长表示 EMDB公司发行的债券将会在2022年和2023年到期 因此这笔款项对解决债务有很大的帮助 今天的大事记就到这里 别忘了还有新东党秘书长林冠英 今天到反贪会录供的消息 记得留守百格 我们将为你带来最新的资讯 本期百格大事记是由太来学院与大学荣誉呈现 TELUS e-Summit 7月25号及26号 上午10点至下午4点 欢迎前来咨询 欢迎前来咨询